原标题无心公开猎情对象不是潘伟博 就是无心身边的他 说起无心想必看过快乐大本营就认识他 虽然他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 没有像谢娜那样活跃 但是他在节目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也是很努力的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示给观众 但网上一直传着无心已经恋爱的消息 但大家却并没有看到他公布恋情的消息 之前在主持快乐的时候 因为无心与杜海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好 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一对 但后来杜海涛爆出与沈梦辰的恋情 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他跟无心并不是情侣关系 所以也就没有人再说他们是情侣了 后来无心与李一峰有传出了恋情 因为在李一峰去快乐大本营做节目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他与无心在一起聊天 可见李一峰非常的喜欢他 而这两个人的绯闻也被吵得是沸沸扬扬 但后来双方都澄清了 再后来无心和潘伟博有一起去上 我们相爱吧 这档综艺节目 还在节目中组成无尾熊CP都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在节目中进行的一些很甜蜜的互动 所以这样就有很多的观众们都认为 他们两个假戏真做真的已经在一起了 但是以上的都不是无心的对象网友 发现网上有一个叫袁帅的人 发布了一组无心的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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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